車廠裡頭46歲的江西男子 被威脅爬下保養溝 其中一人還把梯子搬走 就是要禁止他的行動 一旁蘇姓勞翁 拿掃把要打他 因為整整找了江南兩個多月 他氣憤質問對方 借錢買車不還 現在是要還車 還是要把二手車給退了 江南只能乖乖站在裡頭 因為他是被搶拉來的 一早七點多江西男子 來到了福德南路的八巷口 這邊要準備要取車 卻被這個債主軌盯上了 一群二煞衝了上去 把他搶拉上車 凌晨兩點多車廠人員路過三重 看到汽車通知債主 他們一路等到早上七點 借錢的江南出現後 一群人不顧就在大馬路旁 一共六人包圍上去 要被害人乖乖配合 看錢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一群人隨後把人再走 一路從三重開了八公里 到北市的一間修車廠談判 我們怎麼打過把路通 我爸爸是那個出現 那是二十幾年 有戒有還 但江西男子借錢買車 車子到手後 卻立馬失聯 他們才會把人帶來談判 當天江西男子 直到打電話找來弟弟 先還了兩萬塊 才平安脫身 八點多吧 那時候一歲醒過來 他們就在保養溝這邊了 好像有欠出錢是他們錢吧 重點是我們這邊的車款 他也都就是也都沒有付 可是我們我們也不認識這個人 下區警方案發後兩小時 才接到民眾報案 有人被掳走 立刻掉入畫面追蹤 這才發現原來被害人借錢買車不還 害得多年朋友支票差點被跳票 車廠人員更是無端遭受牽連 記者黃天耀受此養 新北市報道